報告小組會議 出席人士所有人 民主法定服務宿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 十項請先如上市 會議第四路請先如 司法院第八屆 第五會行內政委員會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調閱專案小組第一次 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一百零三年五月五日 下午二十三十一分至 二十三十八分 第一點紅毛二零二會議事 出席委員副委員加成人 十三人葉齊委員陳委員 歐國人三十八人請下委員 林委員倡議主席陳召及 委員其邁 討論事項討論本會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調閱專案小組有關 調閱文件內容範圍 調閱資料存放場所 及其他相關事項決議 一調閱文件內容範圍 如附件請參閱 二調閱資料存放場所 設行政大樓一樓 資料成列式 三調閱期間 延長至八月三十一日 散會宣布完畢 報告委員 小組委員 請問各位委員 上次會議事錄 有無錯無後遺漏 沒有 有意見好 有意見沒有關係 有意見 我們現在適不適當的 有意見 因為現在 現在有 議事錄有問題 議事錄要書面提出啊 那現在是這樣 有提出他書面啊 書面啊 書面要來啊 到底是哪裡錯啊 我們先 請問一下 好 委員 盧嘉誠 吳玉生 林昌明 極國棟 澤文彥 陳昭明 鄭天才 張信中 提案 針對海峽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 調閱專案小組 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 有關調閱期間延長至8月31日之決議 提醒復議 調閱期限 因至5月31日 是否有讓他進行公決 確實完畢 議事錄都還沒確定 提什麼復議啊 確定議事錄才有復議的提出啊 他復議的提出 也不只這樣的人數啊 我跟你說啦 我們這個書啊 我先選擇一下 議事錄確定還要私下 欸 你要逼也要 不要漏氣 這樣啦 真的啦 要逼也不要漏氣 議事錄都還沒確定提什麼復議案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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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規定來 照規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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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規定去 照規定去 照規定 好,那我們就議事錄決定又再處理,馬上處理副議案 那我們現在議事錄我們就確定,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確定,接下來我們處理副議案 主席不行啊,你不一樣你要全體有意見啊還要討論啊,而且不一樣要20人以上連署啊 你要照議事規則來啊,你要照議事規則來嘛 那,那個喔,我跟你講喔,那個是憑慧,憑慧是20個人 那,憑慧是20個人,憑慧是4個人,憑慧是4個人 我們沒有看到提案內容啊 那,再提案內容再憑慧 把你印給大家看啊 厲害好,我們先去寧願一下喔 slaa 范主席啊 這個是基本的公認性 然後案子在你的手裡 我們都沒看到你這樣子要處理案子 護航也要照規矩嘛 黑箱啊 而且你要遵循大家的同意啊 要不然同意讓你故意啊 你那天說你現在自民度已經夠高了 不要再這樣打自民度了 三分鐘 半分鐘變成護航中 我們要跟在場委員同意啊 還討論負義啊 而且負義還要討論時間欸 你們也照規矩來好不好 好 好 各位委員喔 那部議案啊 我們今天早上都有一個資本的 那 就 這個 這個 覆議案啊 我們 針對海峽 兩岸無貓的協議 調業專案小組第一次請立委員會會議 我歡迎 調業期間延長到8月31號執取議案 提醒覆議喔 那我們 就覆議就是啊 那 現在 今天啊 明治非常重要的 就是民難堂 似乎有難堂替請攻擊 那我現在來做助理 先發言 發言 發言 連著上我們是兩個人 那 我們就是 議事規則會限制兩人才可以發言 可以啦 沒有出來 沒有啦 相當欸 請做先提議會議 好 期間的這個 第四層啊 我們開會室友啊 是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調業專案小組第二次的會議啊 那麼要討論什麼 要討論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調業專案小組 調業期間相關事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排了一天的 這個議程啊 就要討論說 我們要調業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這樣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花一天的時間來討論嘛 沒有錯嘛 那你到時候要 你今天如果 讓你發言兩個人之後 你就要表決 就要處理 我們大概 九點半以前就散會啦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內政委會花了一整天 你們都在講說我們的開會時間很寶貴 我們有好多什麼法案啊 多重要要處理 結果你今天排了一天的時間 就要處理一件事情 要把調業期間從八月三十一日透過覆議 要提早到五月三十一日 你會要花一天的時間 那我們就花一天的時間來處理 你如果今天 要在九點半以前把這個事情處理完 你們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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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委員你當招委啊 花一天的時間啊 浪費了我們寶貴的這個議事的時間 只會處理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這麼重要嗎 都要到啊 我們必須 要犧牲其他審查法案的時間 只為了 我們調閱過來的資料 五月三十一日 今天幾號啊 今天五月十二日啊 那資料 跟福茂相關的我們要調閱資料是那樣多 只給大家看到五月三十一 我這五月三十一書 你的資料都還沒有到 那目的是什麼 怕人家看嗎 你們的手段 跟你們的目的 這個比例會不會相差太多了吧 你們犧牲了什麼 犧牲了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調閱小組的職權 你們犧牲了是我們 今天整個開會的時間 只為了掩護行政單位 我覺得 不是 我現在可以 我知道啦 你節奏第一點啦 那再給你 你的回答 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你要回答 我 為什麼今天 花一天的時間 要來處理這個 調閱期間的問題 就為了把八月三十一 提早到五月三十一 那如果這個問題是那樣重要 要花一天的時間處理 那你為什麼要急著 在一大早 然後就馬上就說 只能兩個人發言 然後就 你就要處理了 你到底會 今天怎麼處理 今天的這個 整個程序 請說明 好 那謝謝看我 那你看我 有點大指教 事實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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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閱期間 本來 就是 通過的時候 就是五月三十一號 那要 這個 就是說 為什麼 今天 有副議案 是第一個 這個 有請你 有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八個 委員長提案 第二 第二個 在當時 上次會議 五月三十一號 延長到八月三十一號 我趕來的時候 都來不及了 比今天的時間還短 就處理延長 那這個都是程序 我們都不講 既然 程序已經 今天啊 劉委員提出如意啊 那我們當然啊 就照程序來處理 那跟各位委員報告 謝謝 那是不是我們啊 這個要做 討論的這個話 委員 是不是請登記一下 那假如沒有人登記的話 我們就進行處理 好啦 那個李經理委員 好 時間三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 立法院既然是憲政疾患 要至少要立法院的尊嚴 立法院尊嚴至少 唯一可以做到 就是依照立法院的意思規則來處理 不要為了護航 那高層有槍壓著你們 然後把立法院的尊嚴 践踏在腳下 這個非常清楚嘛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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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議的程序是主席必須徵得在場委員的同意 然後要訂一個討論時間嘛 那討論時間也要在場委員的同意 才可以訂一個討論時間 針對副議的時間我們再來討論嘛 那怎麼是這樣搞呢 怎麼是這樣搞呢 你們程序都不照規則來 議事規則都不照規則來 難怪大家對立法院 越來越評價越來越差嘛 自甘墮落 自甘墮落嘛 至少照著議事規則來一樣一樣處理可以吧 那5月31號改成8月31號 這有什麼不可以 今天5月12號的 上次通過修正案是5月5號 所以今天中午 照理說今天中午 所有行政單位的資料 要送到立法院來 到現在為止沒有一樣的送 一件都沒有 那你們改成5月31號的目的是什麼 只是為了要護航 只是要為了護航 那為了護航 把立法院的尊嚴踩在腳下 值得嘛 特別提醒主席 你已經是半分鐘了 不要再變成護航中 至少要依照立法院的意思規則嘛 怎麼可以這樣搞呢 那過去的調業小組的經驗也非常清楚嘛 行政單位來的資料有時候還不全 我們還要求他們補舰 所以為什麼5月31號認為我們時間不夠 因為現在已經5月12號 到現在為止一件都沒有送來 一件都沒有送來 然後今天就說到5月31號為止 那你們是在幹什麼 如果立法院要這樣自己作見自己 難怪人家看不起你 好接下來這個無疑案的這個討論 來請陳其邁委員 快 陳其邁委員 那主席各位長 這個古貌被批評為黑箱古貌 就是因為在整個作業的過程 這個有關古貌的 從開始擬定簽訂的計劃 談判到最後簽署 這個過程大家都不清楚 所以我們調業小組就是 應該要撿過黑箱 把所有的過去所談判過程裡頭 這些不管是中國怎麼要價 到最後怎麼雙方達成協議 這個過程必須向國人簽署做一個交代 那這個過去啊 在相關的這個文件裡頭 包括這個談判的這個這個人員 那內容 那或者是說在整個包括說 到最後談判過之後的這些公聽會 座談會 那這個都是我們在審查 福報裡頭 這個相當很重要的這些事項 所以沒有說 任何這個有關說拒絕提供這些相關資料內容的一個理由 那我不曉得說經過這個學運之後啊 那到底國民黨還在怕 那是不是裡面真的有一些是 所謂的這個黑箱作業 犧牲台灣人民第一的相關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成立第二小組 這個應該是不分黨派啊 大家共同來支持 那除非說國民黨是反對的 那到五月底啊 就剩下大概兩個禮拜左右的一個時間 資料到現在都還沒有送來 都延長到八月三十一號的這個時間 是一個合情合理的一個安排 那我不曉得說真的是搞不懂說國民黨 為什麼要質疑的去反對 還大聲這樣動員 所有的黨團成員來這邊 表達反對的一個意見 我在這邊也要奉勸這個國民黨的委員 本院的同仁 這個日期多了三個月 到底是怕什麼事情 是在擔心什麼事情 我希望說等一下這個投票的時候 國民黨也要站在民意這一邊 讓大家看清楚這有什麼 那是在緊張什麼 那更何況那一天的林昌明委員是請教 他怎麼會提案 他在提案說要這個要來提副意呢 那邊的人根本沒有來啊 副意是要原來贊成的人才能夠提副意啊 那假如按照議事規則 張慶忠委員那天議決本案的時候 張慶忠委員也不在啊 很多委員都不在啊 只有幾個在而已啊 那副意應該是原來贊成本案的人 現在提出不同的一個意見的時候 才能夠提副意啊 所以這一張這個提案單裡面 假如這樣扣一扣 大概盧嘉誠委員 這個邱文念還有鄭天才三位委員而已啊 也不足啊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個主席等一下要處理啊 你們當天議決本案的時候你們人根本不在啊 那另外 副意案成立 那主席應該是要先處理 副意案到底成不成立 那成立完什麼時候要討論 這個要遵循大家的意見 那爭取完大家的意見的時候 從副意案開始進入討論事項 那大家來針對副意案的內容 你們要改怎麼改 或者是有什麼不同的一個意見 那再來做處理啊 所以我希望說主席能夠按照議事規則 來處理有關副意案的一個程序 那接下來 我們這個 我們獨立討論案的比賽歸歪 來 如家請回 主席 主席 各位先生大家好 有關於呢 剛才 針對 我們 陳昭偉 齊麥兄 所提的 這些問題 我來做一個回應 在 上一次呢 陳昭偉 所提出來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調業小組 有關於調業期間 延長至8月31號 這個 討論案 我記得 我們都有出席 黃小姐 我們剛剛 把椅子坐好 馬上就 噼哩啪啦 就另一邊 就沒有意見 就通過 我們覺得 也很納悶 一下子 就傻事了 又早一點 我也請那個 陳昭偉 你也回想一下 我現在不是指責你 我想說 因為你們都是很高調的 認為啦 我們有最重要的議案 也要批斥的尊重 就如呢 民進郎一再的指責 我們張信中 張偉 對於處理上一次的 30秒 也一再的 來 對他 來加以 諷刺 半分鐘 董總的 影響 我想 如果這樣的話 就不太適當 我認為大家 將心比心 對於 上一次 我們留下來 你認為 這麼重要的 一個調育小職的 一個案子 我們也認為 有必要來配合你 所以說 我們也特別留下來 下午兩點半 我們剛好兩點半 正式進來 一坐下來 你就批哩啪啦 就練完 也不讓我們 有機會表達的機會 都沒有 你們都在 到 到 到才 都沒意見 你們都沒意見 好像 互吹互唱 我認為這樣 好像有 有違你的立場 你 不希望 在整個法案的推動當中 是這麼樣的 壞事 這麼樣的 麻麻糊糊的來通過 這樣也是不太適當 所以我本席給你一個建議 好 謝謝 麻麻糊糊 你還要時間比較短 你不太短 大家下來 來 那小 一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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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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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過 那正學各位先進 其實如果看重一件事情 如果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那麼是對我們國家如此重要 我們必須有一個調閱小組 我們還要有監督條例 我們也經過國家的這個紛擾 有的人還認為是民主的內戰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 他們想如果認為很重要 那開會要準時 開會準時 然後出席率高 在這裡堅守這個崗位 今天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怎麼會說神經病委員組織噼哩啪啦 我們可以調醫師記錄 有沒有噼哩啪啦噼哩啪啦這幾個字 有沒有 我也是在反應你們的現狀 其實我真的在這裡語重心長 我覺得大家心平氣和來聽一下 我兩度 一度在這裡質詢 我們王玉琦主委 我問他說 如果服貿協定這麼重要 他說我們國家因為這樣 讓我們的產業才能夠提升才能夠繼續發展 才能夠未來才能簽TPP才能簽SEPA 這麼重要 那它的產值多少 大家應該在內政委員應該有聽到 黃玉琦到最後一次質詢根本還不敢答覆 這件事情已經一年多了 經濟部給的報告是120億台幣 黃玉琦在這裡不敢面對 好啦 黃玉琦不敢面對我上個禮拜五 大家可能不在場 我質詢江宜華院長 我說你再告訴我一遍 服務貿易到底影響我們國家多少經濟 可以有多少的GDP的影響 多少產值 黃玉琦在3月29號 學運在3月30號上凱道 學運最高峰的時候回答全國的民眾 是120億台幣 120億台幣 看北共盧嘉誠的好朋友 郭董的一個小指頭都超過啊 一個小指頭的小指甲 都超過啊 但是即使連這樣的數字 江宜華竟然在行政院 不知道答不出來 江宜華竟然在種子群的時候 答不出來我們到底有多少產值 既然答不出來 主席啊 我們應該多給行政部門 多一點時間準備嘛 多一點時間準備嘛 連多少我們的社會影響 更不要討論我們各個產業系項 如何的這個弱勢產業如何照顧 我們勞動的評估多少 到現在還是亂成一團啊 這到五月他怎麼可能答得出來 如果經過一年 連我們的福茂多少 多少經濟產值 行政院長都還答不出來 五月底怎麼可能完成 我希望 其實主席啊 要洗刷半分鐘的這個形象 我看你也很在意啊 很在意啊 今天就在此一舉啊 你今天這個不要通過五月底 不要更改這個時間 你半分鐘的形象 立刻就改觀 大家就對你另眼相待啊 這個 請你這個聲思啊 是九個月加三十秒 接下來請做提案 主席各位同仁 我其實非常清楚喔 國民黨委員在怕什麼 因為齁 他們在怕 也跟我一樣 只要有反對 國民黨的意見的 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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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警察毆打的事件呢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 真相 國會議員被警察毆打 所以呢 如果 國民黨的委員 不遵從 行政體系 不遵從黨的意見 不遵從黨議 接下來 什麼時候要去用掌 實在說 他也不知道 害怕 擔心 這就是為什麼 在三二四行政院學育的時候 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來到了憲政 已經 違反了憲法 已經是憲政體系的 因為 立法院 照理是跟行政院是平行的 是要來監督行政體系的 絕對不是像現在一樣 今天五月十二號 再過十九天就五月三十一號 到現在為止 服貌相關的事情 都還沒有 拿到我們 調閱小組來 請問 這樣子要怎麼調閱 請問主席 大家都說 你的形象很憨厚 你是我們 立法院裡面 憨厚耿直 簡樸的一個人 那麼我們現在 要看到的是 人民 也是過很情節的生活啊 人民想要了解立法院裡面的運作啊 人民想要知道說 你王玉琦主委 你率領這些人 你到底是誰去開會 裡面開了什麼東西 有什麼是好的 什麼到底對我們有害 人民想要了解 有這麼難嗎 所以今天我非常的遺憾 國民黨的委員 竟然當成了行政院的打手 竟然幫他們護航 做護航的工作 所以 剛才 有委員說 想不出來什麼原因 其實我都不用想 我馬上就知道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打 什麼時候 會被除名 什麼時候被停權 什麼時候跟他說 下一次我就不提名 不提名你作為我們國民黨的委員 所以他們害怕 他們不願意跟人民站在一起 他們害怕 他們擔心 不管是區域的還是不分區的 都非常擔心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不曉得 什麼時候還要派誰 今天警察可以毆打國會議員 黑道更可以毆打國會議員啊 有什麼不可以 警察應該是要去抓黑道的 如果警察可以毆打國會議員的話 黑道毆打國會議員 警察會抓黑道嗎 今天 如果不是黑箱服帽 不會有太陽花學運 為什麼黑箱 因為 裡面 非常龜龜 是這樣子嗎 因為裡面 不敢告訴人民 我們簽了什麼東西 因為裡面你想告訴人民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要當我的委員 我看我上面的穩定的當好 五年十年 就是這樣子嗎 這國家就這樣毀掉嗎 立法院 被人家說 是行政院的立法局 已經很久了 很長的時間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人民的力量已經站起來了 學生 民眾 大家已經覺醒了 只要覺醒 有行動 我相信 這樣子的委員 一定會被 人民所淘汰 現在 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幾十年前告訴我們 要反共大陸 跟共產黨是 赤不兩利 但是 現在跟共產黨 賣錢賣錢 去賺錢 是誰去賺到錢了 賺到錢的人 現在在這裡嗎 賺到錢的人 在委員 在委員會裡面 就是要亂搞嗎 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要亂搞嗎 在立法院裡面就亂搞嗎 非常可惡啊 可惡自己啊 可惡 真是很可惡啊 周委 時間到 接下來我們邀請 政典臺委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偉大的立法委員 我在前年 開始當立法委員 那時候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去年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來到 今年來到這個內政委員會 深深了解到 議事規則的遵守 非常非常的重要 整個議事的運作 就是要靠議事規則 希望大家都能的遵守 議事規則 在上禮拜 這個我們陳昭偉 安排這個 兩岸古貿協議的 釣業小組的會議 當天啊 我們才剛坐下來 這個召集委員 就直接就宣布 釣業的時間延長到 8月31號 然後就說上會 我們邱委員 還有我 還有我們盧嘉誠委員 我們都棘手反對 有人棘手反對 有人棘手反對 就應該要處理 事實上當時你們人多啊 人多就表決啊 對不對 所以有人反對 應該處理 我想這個部分啊 我們還是這個要 照議事規則來 對於兩岸古貿協議 事實上還在立法院 還沒有完成審查 在過去九個多月的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內政委員會也曾經 召開過秘密會議 未來 審查服務貿易協議的一個審查 辭職審查的時候 逐條審查的時候 如果 大家認為 如果到5月31號 時間還不夠 事實上 在審查的時候 也可以 該要求相關部會提供的意見 提供的資料 也可以透過秘密會議 事實上還是可以 尤其是以我們 這個我們民進黨委員的 各位好朋友 的意思的運作的選手 對於會議的一個運用的選手 我相信你們要在審查的期間 要能夠把這些 該問的沒有問完的 該看的沒有看完的 事實上也都可以 所以我是建議 今天 既然 按照相關的意思規則 提出了 複議案 我們是不是 就來處理複議案 就來處理複議案 接下來請邱毅委員 聽了一個早上 國民黨委員的發言 我實在不太懂 國民黨的邏輯 到底要讓我們 詳加審查 還是要持續黑箱作業 剛剛盧家成委員 一直不斷的講 要多一點時間 所以他說 上一次陳其邁委員 也是吉里瓜 嘻哩呼嚕 就過去了 那你如果要多一點時間的話 我們把掉月期限延長到8月31號 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在哪裡 所有的問題 只在於你們來不及參加 你們說你們才剛剛坐下來 會議就結束了 那事實上 應該是你們遲到吧 因為陳其邁在宣告 大家有沒有意見 他還問了三次 在宣告這個之前呢 我們還有 宣讀 調閱文件的內容範圍 還有討論 調閱文件的內容範圍 這個都有經過 正式的會議紀錄 你們又要說 又要詳細討論 然後又不讓人家調閱 調閱期限 現在又要把它改成5月31號 是因為你們面子掛不住 因為你們來不及參加 因為你們遲到 因為你們剛剛坐下來 還沒有進入狀況 如果都是因為你們的錯 為什麼要讓內政委員會 來背這樣的黑鍋 如果是因為你們自己遲到 因為你們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你們自己來不及參加 來提出複議案的話 我覺得這個內容 完全不能成立啊 如果今天是調閱文件的內容範圍 有極大的問題 你們要提出複議 那民進黨鼻子摸著 我要請教大家 正調閱文件的內容 雙方代表的姓名 可以調閱嗎 是黑箱嗎 職稱 時間 時間 地點 議程 會議紀錄 文本 雙方要價內容 跟立志談判的結果 這些不能調閱嗎 這些是黑箱嗎 如果你們不認為這些是黑箱 如果你們認為這些是可以調閱的話 為什麼只因為你們遲到 只因為你們搞不清楚狀況 只因為你們來不及參加 然後就提出複議案 把複議調閱的期限縮短到5月31號 我不太懂 過去幾個月來大家一直講張慶忠招委是30秒 是半分鐘 他現在一次又一次不斷的增加 現在已經變成9個月又30秒了 這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調閱成果 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這樣的監督 怎麼知道張慶忠委員 其實在扶茂條例下了這麼深的功夫呢 所以齁 我實在還是不懂 國民黨今天你們要的邏輯是什麼 這個都是有經過正式的會議紀錄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會議資料調出來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那你們說要提到5月31號 今天已經5月幾號了 來得及調閱嗎 到時候你們國民黨又說 來不及啊時間太短啊 所以資料完全不準備 那又是把立法院整效了啊 那接下來回邀請陳昌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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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此次來一向兼服的當家很好吃 有時候就是為期忍耐一下 希望事情和平協調的這樣一律不掉 再來我聽到很多的委員都講到人民的力量 那我當委員來到這邊我發覺到人民的力量在哪裡都倒不出來 你們說明立我的看法是民粹 那今天所有在場的新聞記者 如果要把事情的演繹拿出來的話 不冒協議本來是國民黨排的 然後為了朝野的和諧裡面 排了幾十場的公聽會裡面輪到那一次 結果民進黨把它搶來排了 如果依照萬例的話是國民黨 好你們要排也沒有關係又發官主席台 那如果事情衍生了很多事情一直出來 再來我們談到胡茂監督條例 好接受了也承認這樣趕快我們好好討論 到胡茂監督那個條例要來好好討論 我們內政委員會又提出了一個雕業小組 那這個雕業小組我記得第一次提出來的話 大概國民黨的時候也沒有人來這邊參加 第二次提出來我很尊重秦西麥委員 尤其民進黨在內政委委員會 可以說是民進黨的第一把教育 你從我們段儀康委員當上委員大家很尊敬 在整個民進黨的力量非常大 現在我們要選市長的楊恩智會當新聞局長 領最大班新聞局長對不對 最大班還沒有 那會當好 那會當好 還有我們陳情話要當總統我的秘司長 你們這些大官 所以這也不是嚴重抗議不要亂抗議 我們講話的時候你都會一直講 王要初選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這樣 其實5月5號那天我剛好 好 2點半我2點40分鐘到了就決散 那其實我們的佩服啊 我們秦西麥教委啊 主持議事的功率 那我 那我每次來到這邊 有時候等到三天半夜 有時候說 剛剛段委員一直批評我們張慶忠 其實他最好 他最忠厚實在 他不是半秒鐘 胡茂協議的 是那麼一直騙他看不下去啊 啊我跟你講不要騙啦 我都很清楚啦 其實大家這邊開會 像我們這樣有說有笑有多好 把問題的癥結講起來 那陳吉麥我好久沒有當立馬尾 我第一次開到12點 就被他從那邊學習來了 你講休息 我還不知道休息到什麼 不是我這很真正 不過啊齁 我們這個齁 那個協議教育專案小組的成立 在你手裡 所以啊 陳教委啊 主席啊 他很厲害啊 他到17月5月31號 然後我現在又改回8月31號 五月5號那天也沒有認到 也沒有討論 只有這樣好不好就通過了 欸這個 說好也好 其實有時候也不好啊 你又多擔待一下 像我們張先生 要等到大家到財 要宣布開會啊 我們在幾個人 人事到了再開會吧 好不好 所以今天啊 你們在罵啊 張偉 我希望民進黨的委員 我們都聊眼內窮 不要再罵人家啦 因為像我這麼忠厚的話 我是不好意思講 看到你們笑笑 啊算了算了啦 其實張建東沒有一點錯啦 這個是大家鬧起來錯 所以今天啊 你們啊 沒有人在 你就把5月31號 改為8月31號 我們當然也會想起啊 所以你不要講你們對 其實我們是在忍耐著啦 和諧一下 微笑一下 我看思想處理就最好啦 那真的要辦 他就照意思規則來嘛 就不要吵鬧 不要這樣來來去去 有沒有的啦 好不好 拜託大家 我們大家到 照著意思規則來 翻歲一點 如果真的要選 要那個審服帽嫌疑的時候 或是監督條例 要掉下小子的時候 大家照意思規則來 不要一次一次的再討厭啦 我們都曉得你們的技巧在哪裡 伎倆在哪裡 你們都根本不想死啦 用偷偷偷偷到嫌疾的時候 所以我們行政效率不髒 我們都一千二十啊 只是不想打架 大家好好談一下 我相信啦 多談一下 對未來大家會比較好 謝謝 登記委員歡迎反規 請問各位委員 故意按適合詐欺的工作 有意義喔 有意義我們就表決 為什麼你都沒有回答我啊 我頭一個問題 你請坐啦 我剛才問的是什麼問題 你請坐啦 你要提的嗎 我會假的啦 為什麼要連到這個 連到8月31日 為什麼要把他那麼快做 副議案來處理嗎 不是 我要跟你請教的 連案的話就是 你根本就搞不懂我在問什麼 你請坐 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我們今天排了一整天 今天議程只有一個 就是要處理啊 我們調閱期間 要到什麼時候嘛 對不對 對 你要尊重主席 我先回答 我先回答你的問題嘛 你說 今天啊 的時間 是不是 這個處理這個 因為啊 我們整個發的開會通知 你也看到嘛 要一起進行相關事件的討論嘛 那你 你折蓋我 我們現在用了45分啊 那上次會議才用8分鐘嘛 所以啊 在鄉親之下 我本來不想講 那你這樣責怪我 已經花了45分鐘 那上次會議才用8分鐘 我是不一樣 他叫不要 喊這個 這樣來喊啊 這樣三感情啊 好不好 因為程序上啊 你現在 我的問題我要不要再講一次 然後你看一次 不用啦 這個喔 程序上怎麼 但是你沒有回答嘛 對不對 開會是所有文言啊 多數解辣 對不對 趙委員 趙委員 這個開會的時間 你們要開勾場是 各位委員啊 大家來解禁 不是主席來解禁 趙委員 那我主席的話是 依照啊 程序的話 既然有人提出啊 這個 故意案啊 那我們就處理故意案啊 我的 會議詢問的問題 你沒有回答啊 我剛剛 我剛才問的是 你現在今天只排了 一個案子 從今天 從早上 9點鐘到下午5點半 只有這一個案子嘛 對不對 就沒有了嘛 所以呢 我們這個案子處理完之後 是不是 如果你現在這樣子處理完 是不是就散會 我要問的是說 你今天排了整天 我要看大家 聽我 聽我 你要把問題問完嗎 你今天排了一整天 只排了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處理完之後 你是打算 花一整天的時間 處理這個案子 還是這個案子 處理完之後 我們還有其他案子要處理 這個看大家 委員大家的共識 不是 你當初排了這個議事日程 之後 我們能不能變更 我們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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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副議案 處理完以後 所以委員的意見 我們大家再來討論嘛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你的問題是交給大家來討論 你今天排了這樣的一個議案 說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我交給大家來討論 是這樣嗎 所以議會主題只不夠的話 爭取大家的共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 你自己行為 沒有其他的案子要處理 那我們能不能把 花更多時間 來處理一下這個案子 我能不能 我剛才提的 我剛才提的是 我在會議詢問 要跟您提的問題啊 我現在要 要講我對這個案子的意見啊 那你意見 我們已經用了47分鐘啊 啊你告訴我 時間太晚啊 上次是有8分鐘啊 我沒有 我沒有想到 對這個案子的意見啊 那接下來的話 是看大家的共識啊 看他們的共識啊 我還沒有講 不要做這個案子的意見啊 我一開始就是會議詢問 我講教育制規則 我會議詢問完了 所以你開始 徵求說 請大家對這個案子 表達意見 那我現在開始表達可不可以 我剛剛宣布了 登記委員發言的 委員 發言完畢 你登記發言 我以為你在登記 意思程序發言 那我再請問一遍 那個 所以你剛才 你剛才 發言完畢 顧議案 投票 同學 我現在有沒有議 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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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發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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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來做 我來講 他家族是好像這樣 有問題啊 不能發言啊 不是啦 如果你跟發言拿了錯 我們就不再發言 你們才去審議發言 還是對這個案子的表達意見的發言 可以這樣處理該 你剛剛也沒說了 是啊 什麼時候要討論啦 你要徵求正常婚姻的同意 發言跟發言是嗎 啊 人家來做什麼呢 我沒錯 我老婆不是這樣 我老婆不是這樣 那個婚姻的程序是怎麼樣 你們講你將軍事規則嗎 大家說電給你聽啊 是開會一整天啊 這個是不是對一個委員啊 這個大家有沒有同意 不同意的話就是剛剛結束過了嘛 登記發言 委員發言完畢 那是程序發言 搞不清楚啊 主席 你剛才的發言其實從我開始都是程序發言 我開始提了會議詢問之後 你接下來也沒有問大家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本案來做發言 所以好 現在程序發言告一段落 雖然你的答覆我不滿意 但是我現在要對本案要開始發言 我們要登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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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讓人家發言嗎 我們要登記啊 我們都在講說 這個 好 那我們 那一天就不在會 為什麼還可以提庭 對啊 讓人數還會嘛 那一天就不能提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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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在啊 只有秋天在啊 那一天就不能提案啊 只有當天在場才能提庭議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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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醫師規則來啊 照醫師規則來啊 會議記錄沒有票 你出席人數為止 這個啊 出席人數為止 這個啊 出席人數 這個你要他同意三票啊 這個你要他同意三票啊 有沒有三票沒關係啊 有沒有難忘不出席 照他一定有出席的啊 今天國際也不在啊 好 母恩進行表示 什麼表示 你有沒有發言 趙醫師規則來嗎 你要調查趙醫師規則來 我們親的人數啊 親的人數 休息協商一下 不是啊 你為什麼不讓我發言啊 不是啊 我都對你很客氣啊 要不要請你發言啊 要不要 我大家的 真正同大家 共識啊 是 再增加發言 這個副議案怎麼處理呢?不會處理嗎? 你這個副議案根本就沒有 那不同意齁,不同意的話 在場委員13人齁 那在場委員13人齁 那在場委員長請舉手 欸!副議案不是這樣處理啦! 哪還在發言欸? 你討論事件還沒講咧? 在場委員長會犯事齁 討論事件你也沒有爭取的問題啊 不能這樣亂搞啊 結績!結績! 結績! 要這樣亂搞好不好 不義喔!不義成行 不義要通過 什麼不義要通過? 不義要通過? 不義要做不一樣的意思規則 不義要做不一樣的意思規則 要做不一樣的意思規則 要做不一樣的意思規則 有人這樣啦! 可以這樣啦! 不然也不要亂到這樣子 意思規則都不遵守? 不義要是這樣處理的嗎? 不義要通過不一樣的意思規則 不義要通過不一樣的意思規則 你這樣也太狂了 有沒有? 我沒有聽到 我就聽到你聽到 我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我的態度是最溫和的喔 你發揮這些惹惹的什麼 你們真的不要這樣搞啊 我沒有聽到 我有什麼問題 休息啦 今天要休息啊 今天休息狀態吧 不一樣通過啦 沒有啦! 沒有啦! 你有這種不一樣的規則來嗎? 胡說八道 你自己不同意做規則 你不一樣的 上個禮拜喔 上個禮拜 陳其邁委員 下午來的是 調閱小組的會 在這個會議中啊 也有國民黨的委員在場 大家有三次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這個可以去 大家可以調出會議帶來問 再主席他一份 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所以 這個調閱的日程 這個調閱 的這個 這個 這個調閱小組的這個內容啊 在那一次會議 在沒有意見狀況之下通過 那國民黨 可不可以提出復議 當然就是 我們 這個立法委員的權利 在內政委員會 當然有權利可以 提出復議案 但是總是要照顧到 這個議事的程序 議事規則 人數多 如果就可以不讓人發言 強行表決 我提過 今天只排了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 連 讓大家發言的耐性都沒有 提案的委員 有沒有上台來說明 為什麼要提案 有沒有做提案說明 也沒有 也沒有宣布處理的時間 對這個案子 我是第一個發言的 我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 為的是什麼 很簡單嘛 為了只是 國民黨只是怕 掉月的時間 如果延到八月三十一 八月三十一 其實下個會期還沒有開始啊 只是怕說 如果在這個會期 要強行處理 監督條例 跟福茂協議 那大家說 掉月的時間還沒有過 怎麼可以就可以處理 其實 要緊的只有這行而已 只是要緊的只有這個嘛 所以要緊的只有在這個會期 正式會 正式會期之前 結束之前 要讓這個掉月的期限要結束 然後接著利用延會跟臨時會 要來處理 兩岸監督條例 這個張小元 張小元 張小元跟李洪池委員 我是建議 國民黨 既然是立法院的多數黨 在內政委員會 也是絕對多數 如果 讓少數黨 連充分發言的時間都沒有 不要講充分發言 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的話 就要這樣子的方案 開著坦克車 就要從內政委員會壓過去 就要輾過去 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你知道嗎 我從頭到尾的發言 我沒有發脾氣啊 我沒有生氣啊 但是我今天不發脾氣 並沒有說禮拜三 就不會有動作啊 張委員 你不要再拚扣一下 說明一下啦 他在做程序發言 應該先處理程序發言完嘛 還要討論 還要討論時間嘛 等一下會要說明嘛 大家有意見再抬提嘛 規矩都不照 一次規矩這麼清楚 還沒要討論 沒有啊 歷史規合覆議案 就簡單啊 你看第42條嘛 不然你解釋給我聽嘛 這裡面 你一條裡面 也沒有錯啊 那你43條 他剛剛指揮說 要把這個時間 充得大家同意以後 就可以做了吧 有討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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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去討論嗎 有討論嗎 要討論嗎 你要給別人 你為什麼那個話 為什麼要討論 你怎麼說要討論 要講出案召名的 是嗎 來 你講我講哪一條說 要出案召名的 我們可以說要收講的 你們幾百分千就過了 你們不要跟我們收講一下 有問你有意見嗎 有意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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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在參與 哎呦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自己也了解啦 有些事情過去就好了 好啦你跟我說安惡都來討論說明 有些事情過去就好 日後飛又可以啊 來你哪一條法律就跟我們講 要討論說明了 這麼有感覺時間花好地也 你十十二條四十三條四條 這招民旗公啦 我不是旗公啦 不是這樣啦 這幾句來啦 哪不用說啦 那你們在哪裡 那你們要動啦 國民黨就是為了 這個會期之前 他們就要通過建築條例跟文化條例建議啦 �로宣布 這麼清楚啊 562 白天 這個會期之前 有一個 能夠 obsarma 蔓索 蔓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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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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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再意思不及处理啊 你不要以为你冲啊 被他捏啊 我要说明你要先处理 先处理啊 你要让他充分表达意见啊 人数多又不让他讲话啊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不是国会都是暴力吗 人贼跟华雅公威 怎么可以这样硬干 那我们喔 对于第一个提案喔 大家 对于第一个提案啊 对于第一个提案 对于第一个提案 都还没开始啊 对啊 不意发言还没有结束啊 我们还要讲啊 不意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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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第一个提案 我的处理 你的处理不能把原因啊 我要说明 你请坐 你请坐 你请坐啦 对于第一个提案 你请坐 请你 这个事情啊 主席啊 这是段银柯有史以来 这个问题啊 恭喜让何一次到现在 你没有发明气 你要惹吗 这个 出委员 我经过母亲节之后 我的个性已经改变了 你让他做出个 我来衡量机制度 好 好 我怕大厅中又误判情势啊 你可以请坐啦 假的 其实 其实今天啊 其实今天 我刚才 我刚才在讲话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我刚才在讲话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其实提复议 其实提复议 是任何一个在上次会议 出席会议参议决定的委员 本来就应该要有权利 那国民党的同仁 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事情搞得 这么难看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难看 没有办法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现在可以开到这里 结束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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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當外套啊 不要連 真的是不要連啊 真的是不要連啊 會議都已經無照的程序 一樣一樣的走 意思怪的都不懂 國民黨的委員有三位在現場 其他的不在 國民黨三位在現場的委員 可能受到指責 其他不在的也受到指責 在現場的 不管是有沒有到的 都沒有表現意見 這段時間也沒有 來跟民進黨來做協商 來做要求 都沒有也不商量 就用這樣的手段 我認為 國民黨這樣做 會讓內政委員會 重新埋下炸彈 星期三我們大家走著瞧 對 開了喔 這樣開了 你整個說明天都會說 我問你 對 而且我根本沒有 要拿 國民黨 國民黨 他這樣應該三 他主要目的就是 這個會其他要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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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州哥 因為 因為我是連線紙 他是連線紙的 他又不是人頭 所以剛才是怎樣 去宣布公主反正就散會了 他就直接宣布散會了 前面有個 前面都散了 可是他還在爭論 你說就是前面剛才之前那一次那個表格 說起跳然後就說通過 然後通過完以後現在去宣布公主反正